但是当时民进党干嘛 就是主张通过这种赦免法 萧美琴在2012年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清楚说过台湾要朝费死的方向来做努力 而且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民进党的游美女 也包含其中的萧美琴共同提案 什么呢 叫做赦免法的征修条文 这赦免法是要求什么呢 就是说死刑犯有权要求向总统请求特赦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耗费繁杂的时间 然后死刑犯 他就可以暂时的躲过了这个执行 所以第一个 你身为死刑犯还希望总统给你特赦 这本来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毕竟过去以来的这个司法的三级三审 甚至是各种证据 或者你要用齐情敏述 或十大量刑原则 该审的也都审过了 你说几十年前 我们的各种鉴定技术 侦查技术不发达 还有可能误判 但是都现在这个年代 尤其对于一些罪证确凿的 就比如说华山分尸案的凶手 比如说郑洁 请问一下他到底有什么好研究 就是他办的案子 但是当时民进党干嘛 就是主张通过这种赦免法 然后意图来帮死刑犯 来请求赦免 请求暂缓他的死刑执行时间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 大部分的立委 就包含现在的副总统提名人 肖美琴 他就是主张废除死刑 就是主张要暂缓执行死刑的人 然后侯友宜是坚定执行死刑